我从高中开始就在澳洲读书 我在国外过了很多个春节 因为在春节期间 澳洲正好是夏天 天气特别地热 我又特别容易犯困 所以我每天都会涂一点风油精 来给我提神 有一次我在涂风油精的时候呢 正好被旁边的同学看到了 他就过来问我说 佳泽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 我就说 这个是中国香水 不仅好闻 还可以提神 他一听 哦 那我要试一试 当时是这个样子吧 然后他回头看着我说 为什么你不擦 我当时为了缓解尴尬 我就学着他一样 也把风油精擦在脖子两侧 看完之后他说 嗯 这个香水好舒服啊 就是味道有点不够 然后 他就把手臂和小腿都涂满了 就这样 我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一整瓶 风油精都给涂完了 当时他就坐在我的旁边 老师在上边讲课 我在下面流泪 нем tips 我 我 是